对于网络热议黄河浮湿议题 大陆官方今天说黄河蓝州段每年浮湿100巨左右 这个河段水质正常符合标准 在上海黄浦江出现漂流死猪事件后 黄河漂浮死湿议题再受到网友热议 中国大陆官媒过去两周不断批评苹果公司售后服务政策 不过大陆网友不仅替被点名的苹果公司 遭受不公平对待暴不平 还反击爆发毒奶事件时官媒在哪里 陆媒引述日本媒体报道 大陆三艘海奸船及一艘渔政船 今天上午编队进入钓鱼台临近海域 三艘海奸船还摆出一次纵对队形巡航 中共中央遏止官员扑张荡费的规定似乎遇到挑战 香港媒体报道有地方官员透露 官商验警行为只不过转入地下 而且排场更奢侈 新唐也在电视中立报道